好 这段回来我们来聊聊大陆的空中实力 你真的不容小觑 为什么远在内陆的沙漠靶场 竟然出现这样一座模拟美国空军的基地 而且还出现所谓的链打版的F35啦F2战机 这版明就是锁定美军而来的吗 甚至讲到未来的台海战场 会不会就成了所谓的无人机地域呢 我们先来看到这几张卫星图片 很明显可以掌握一下 这个是在最近拍到的 六月底才刚刚拍到的 保加利亚的军事网 它拍到的这个是中国的空军飞行员 在哪里呢 这个地方是在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他们在干嘛学习练打美国的什么呢 F35跟F22的模型战机 这当中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它这个基地基本上就是模拟美国的空军基地 然后这些战机被大家一对一下就觉得 这长得就很像美军现在的F35跟F22 那更早之前也就是在今年 今年的一月了 这个地方照样也被拍到 它不只是空军实力 它还看到了 它还针对了美国的海上航母 在这个新疆沙漠的新标靶被曝光的 感觉上它说长得是像这样子 那人家去一对比就觉得 这就很像是美国航母福特号 你去对比一下那个外形 跟它的配备 感觉就像是1比1的复刻版 好 那我们来问一下 先来问一下小伟哥 哇 这个照片一曝光之后 大家就紧张了 感觉这座沙漠靶场 就是解放军在测试战力的 非常重要场域吗 它感觉是不是就锁定美军而来 其实以现在的这个太平洋的 这样一个禁逐的角度来看的话 北京会把华府看成 头号的这个假想敌 其实也一点都不奇怪 既然要把你视为 那个头号假想敌的话 自然要对你的这个军备 对他进行这样一个模拟训练 要一定要一定准备 因为其实军队就是这样 要对最坏的状况 还要做最好的准备 要不然的话 要你军队干什么 因为军队不是一个 生产事业单位 你摆在那边 他只会消耗你的这个预算 跟消耗你的这个财力 要给他弄这个作业维持费什么的 所以你这个时候就一定要针对别人的 这个武器的强项的部分 来进行练习 那当然像这个部分来讲 他说在这个沙漠里面 摆的这个F22或F35的这个模型 也不奇怪 其实像你看以这个美国来说的话 美国他们在做这个 红旗演习演练的时候 就直接甚至于就是有单位 来直接就是模拟 是共军的这个单位 然后来做这样一个空中模拟对抗 或是空对地的这种各种这样的对抗都有 所以既然是把对方当作假想敌的话 这种那个都是少不了的 那甚至于我们也听说 在美国的这个那个 那个空军的这个演练里面 他们在这个沙漠的这个空军基地里面 甚至于还有直接 从当初可能透过东欧的国家 获得这个苏凯27等等 这一类的这个战机呢 能够跟美军的战机 直接做这个空中空战的这样一个模拟训练 苏凯27就现在中国大陆 包含像歼11啊歼16等等 它这个战机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空气 那个等于说战机的这个基础在那里 所以你看美国都已经对中国大陆 练到这么认真的这个地步了 那自然从这个中国大陆的角度来讲 也一定要拿你来做 这个全面模拟训练的平台 那像塔克拉玛干 我们会选在那个中国大陆的内陆沙漠中 那么深 因为其实你今天在那本里面的地方 在做演练的话 好 就算我今天演练的东西 画在地上给你看的 或做的模型你都看得到 但实际上我对你做的这个 整种这个战术作为中 真正不能够泄露的 包含像电磁频谱参数等等 这种东西你美国没有办法 用靠卫星来抓我的电磁频谱参数了吧 但如果说今天这种东西 再比如说可能台湾海峡 或是东海 黄海演练的话 那美国人可高兴了 干嘛咧 我们常常看到美国派的这个什么RC35侦察机 或者是这个航空母舰 这个过去的时候 它舰上这个ES18G的这个电战机 都直接出来要抓你的这种平谱参数 对对对对 都被你抓走 那我以后怎么玩 所以反而中国大陆因为国家大 那我呢就选择在新疆离 也好你这种美国能够抓到 我的这种战情资讯最远的地方 我做这种真正拟真化 或实战化的这样一个战术演练的话 这个时候我真正的这个战术作为 你就看不到了 为什么 因为没错 我卫星可以长期的看到 就是说你今天画了一个 这个福德号航舰的这个样子在那边 你弄了几架的这个战机在那边 都做到 但是因为我们讲到 这种间谍卫星通常都是属于这种近地卫星 它能够在同一个那个点上 能够待的时间是有限的 通常因为如果说 以这个一颗间谍卫星来说 它的这个在轨道上运行的速度 是音速的25倍 所以它在地球上 可能真的能够 它通过你这塔克拉马甘沙漠 这样一个时间 大概差不多 只有了不起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只要能够抓住 你这个间谍卫星的这个时段 我在这边做任何的这种演练 你其实你都是看不到的 那甚至我们刚刚讲 你要抓到我这种 无核实际运用武器 包括我开雷达 瞄准等等 这种相关的这种电磁参数 你根本完全都抓不到 为什么新疆塔克拉马甘迪 那个能够你美军最近的这个 这个基地的什么 都有这个上千公里以上 这个时候随于就变成说 我中国大陆要在这边 不管我要怎么练 或我怎么做测试 或我怎么做什么 你美国人都只能 了不起透过卫星 看到一点点的片段 但是你要对我进行一个 长时间的全时监控 甚至于偷抓我的电子参数 对不起 办不到 好 所以就是只有这些模拟 模糊的卫星照片有出来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马老师 我们想来看一下就是 这是大陆的空军实力 但你不要忘了 过去大家都说它海上不太行 没有 这一次它也展现出来了 这一次中国大陆为了庆祝 这个潜艇部队成立70周年 首度公开展示的是什么呢 我们带你往下看一下 这一艘潜艇 中国海军公开展示 是冻39C型的新潜舰 那人家说它可能是最新吗 也不是 因为军事专家说 它基本上很可能已经服役了 而且它已经正在发挥战力了 我们怎么来解读这一艘潜艇的技术 跟水下侦测能力呢 因为过去大家说 大陆这一块还跟不上 但没有 这个潜艇一出来之后 大家觉得好像跟美军的水下实力 越来越接近了 那接下来呢 会不会影响美军对台海冲突的 这个情况你怎么看 我想就是以这个军事科技进步的角度来看 中国大陆的速度其实是蛮快 那它在数量上面越来越多 那这个美军现在的这个核动力潜舰 大概67艘 那中国虽然只有6艘 但是它一共有60艘的潜艇 就是总共加起来 那其中有6艘是核子动力 那我觉得以这个潜水艇的发展方向 就是要怎么样让它安静不被找到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 那以现在洞三九 它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军文的 这个报道已经出来 就是说它透过这个倾斜操作方式 还有这个泵推式的这个推进系统 它改变了原本的螺旋桨推进系统 它就大幅降低噪音 也就是说它在海里面 要被征收到的这个机会 变得比较小了 那我觉得这个是它的一个 这个等于是在武器上的一个进展 而这件事情会对于美国 载制整个水下世界 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 那除此之外 因为中国在南海跟这个周边海域 它布了大量的这种浮标式的侦测系统 所以它有水下长城之城 就是它所有 等于说你的潜艇假设落在这个水域里面 它不用武器去征收 它只要常态性的放在那边有这个侦测设施 其实它是抓得到 所以从防御的角度来讲 这个中国的近海还有南海 这个部分它现在掌控能力是越来越强 那带到台海上面 就是说因为台海其实不太适合潜舰作战 太潜了 但我比较担心的是这个西太平洋 就是台湾的东岸这个部分 因为在作战的时候 整个战面是在西线 所以我们的补给线一定从东边来 那从东边来的话 我们必须要确保水上的这个通道是安全的 那如果中共的这个潜艇在2030年目前 大概没有办法超越 但2035年之后很难讲 它会增加到80艘的潜舰 那在太平洋它有没有办法控制 它如果一控制会造成 我们在战时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补给线会造成一些这个危险 或者是没有办法补给 那我觉得这个是对台海冲突可能的影响 特别是美军它考量 它在西太平洋的这个支配能力的时候 我觉得在支援台海从东岸上来 这一块我相信应该是美军可能 现在不要担忧的部分 好 所以在东岸的部分来说 现在可能是现在我们必须要担忧的一块 但是美军现在就说了 那没关系嘛 我们就来派无人机作战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国 最近最新的军售案 拜登政府宣布对台湾军售乌克兰战场 现在正在使用的这两款无人机 一个叫做弹簧刀300型 另外叫做Altus 600M-V 好 我们现在来简单介绍一下 弹簧刀300型的特色是什么 第一个航程至少20公里 再来可以制空20分钟 打击20公里外的车辆人员 跟相关的登陆艇 那另外来看到了 这个Altus 600M-V 特色是什么呢 第一个它制空更久了 四个小时 发射后可以回收 还能进行所谓的战场观测 另外可以打击轻型的战甲车 我想先问一下了 大家怎么看这个相关的武器 另外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说 其实就在它的军售案一过关之后 马上美国智库就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报告 美国智库现在就点出了 它现在分析了 在整个台海战争当中 现在这个无人机角色 它建议发展对中国的近距离作战 我们使用什么 比较廉价的 比较廉价 比较小型的无人机 同时它建议大家去研究 你怎么把无人机跟地面的火力部队去整合 庄老师你怎么来做观察 这有没有相互回应 之前美军的印太司令也这样说 你要赶快部署 赶快部署无人机 这是现在他们最新研究出来 可能就是这个大陆攻台行动当中 我们可以来应对的 所以我把这个台海变成无人机地域吗 是的 如果追本溯源 这是6月10号 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邮报 里面的一个作家叫做 Josh Rodin 他写的评论文章 示意图都有出来 对 那当然你可以一笑自知 也可以严肃以对 那所谓的地域景象 它用的是HellScape 我们翻成地域景象或地域景观 也就是说如果 这个中共敢发动 这个对台军事行动 一旦飞机船舰在海峡部署的时候 美方会动用大量的无人机 无人艇 还有无人潜舰 搭配飞弹 对他们这种毁灭性的打击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那个景象 许若恒飞 然后类似群魔乱舞 人间炼狱的景象 所以它叫做所谓地域景观 但是他的一个 作家的一个描述性的讲法 那不过有几点可以思考 第一个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如果真的有这回事 应该是国家机密 最高机密 不可以讲 为什么要讲出来 所以中国官方媒体 像是那个环球时报 就批评说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恐吓 不可取 第二个呢 自从俄乌战争以来 AI搭配无人机 无人艇 这是变成一个时代趋势 不只美国人会这样搞 我想我们还有中国也会这样做 大家战场都这样做 对 大家都会这样做 所以会不会以彼之道 还尸彼身 中国也把这一套拿来部署在关岛 夏威夷 所以这值得考虑 最后一点就是兵凶战危 我刚讲过 这是一个评论文章 你可以一笑自知 也可以严肃以对 但是这绝对不是好事 因为这意味着 我们会变成一个非常艰困的时刻 非常显倦的时刻 所以还是保持关心 但是不要过度于 用那个文学家的这个笔法 想象成说什么地域警官 还是要严肃以对 是 那夏威夷 这个大陆的无人机会输吗 他输量也不少 而且他搞不好知道怎么更低 对 其实以中国大陆来讲 中国大陆在这个地球上 完全是一个无人机大国 而且因为它本身有非常庞大的 民间的这样一个市场 所以支撑了它的这个 军民转换的能力 就变成说军用的这样一个东西 很容易就从民间的产能之间 短时间的这样一个转换 虽然说看到现在中国大陆 它这种民间的这个无人机市场 的确非常蓬勃 而且的确它现在这个设计 跟制造这个取向 是以这个做商业为主 因为中国大陆太大了 很多地方真的需要无人机 不管去撒农药也好 干嘛也好 运货也好 你买东西你去淘宝 你就知道吧 他名声就用很多 对 这个淘宝 这个你要买东西 运到新疆就新疆不包 有为什么新疆太大 就需要这些无人机来帮忙 送来送去 但是它这个能量累积下来 的确是可以让它做 这个军民快速转换 而把这个整个产能 投入做这样的军用机的生产 今天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 那个台湾海峡大概 短的 近的地方大概差不多100多 那个宽的地方也才 不过两三百公里而已 其实这个场地上来讲 对于中国大陆 要对于它使用这种 什么的进程无人机 是有一定程度的优势的 所以呢 我们今天必须要好 那个设定到 就是说如果今天 一旦真的军事冲突发生的时候 其实像比如说 以这次美国它愿意出售的 这两款无人机 说真的啦 当然对于强化台湾的访问能力 我是非常乐见的 但是它这个品项 我实在高兴不起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品项就代表 就是说你今天这个东西 你看它的这个飞行范围 使用这个距离 也就是说 它真正派上用场的时候 仗是在你家里打的时候 也就是说共军已经登陆了 你登陆了 你要面对登陆后的共军 你才会用到这些 包含像弹簧刀画 或者阿提尔斯这种东西 来对它进行反射 那这时候你高兴得起来吗 你其实并不高兴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你其实我们真正就是说 要未来避免这种景象化 其实台湾除了 第一当然也要强化 自己本身防卫能力之外 另外其实我们对于 包含我们台湾自己本身的 也要去强化 我们的无人机反制能力 地人政治 内政之间 战略价值 产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共吸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正在环球发展前